感觉应该要先吃点东西 对不对 你饿不饿吗 没有我只看到东西 觉得应该要试一下 不是下午茶吗 今天这日子不吃怎么醒 没 嘿嘿 你爱喝咖啡 还是爱喝茶 我小时候喜欢喝茶 我不敢喝咖啡 喝咖啡容易睡不好 我有头晕 因为以前那个 咖啡不是有那个 可以续杯吗 是啊 你就可以续好多杯 对我就不知道 然后就跟 因为我打工嘛 然后不知道 然后就 他们就说可以续杯 然后想说好吧 现在我们自己打工的地方 我们有那个咖啡卷嘛 就可以不用钱 然后我就一直续杯 然后喝到第四杯来第五杯的时候 我开始觉得头晕 然后说不对不对 我觉得这么怪怪的 然后心挤 心跳加快 结果就有点头晕 然后响吐这样 副店长就出来讲说 你咖啡喝太多了 鸡潭里面他有 就是你表现得很好 他要给你咖啡卷 所以你有咖啡卷 就用咖啡卷 喝咖啡就心计 你是不是也在新餐厅打过工啊 我在所有的地方都打过工 我小时候最一开始 是在那个料理店打工 我是在家里做那个 可以做加工 加工对小时候都做加工 对对对对对 加工是做什么加工 就是手工 譬如说你可以贴一些贴纸啊 或者是吸尘器的那个边边条条 或者是折一些东西 有些游泳圈它不是外面需要那个带子 跟那个那个叫做纸板 你就算不算去折纸板啊 就几毛钱这样子 然后你折这些来干嘛呢 就是你就赚钱啊 就是在家里面可以帮父母 贴补一些家用 你们两个人那么小都开始打工啊 没有那是因为要赚那个零用钱啊 可以买糖果啊 我是因为就家里就是需要帮忙这样 因为像我们家就是 就也没有很好 所以我们就变成是 你要零用钱 就是你想要买糖果吃的话 你就必须要自己去赚 然后就是我外婆就知道说 我们想要需要这些 就是需要5块钱10块钱 所以他就用这个加工的产品 然后叫我们来帮忙 嗯